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你的礼物嘛 我就藏在你的房间里 你回家找一找就知道了 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给你准备礼物不难 我要送你的东西清单早就有一百多项了 而且还在不停补充 就算我 我 哦 没 没什么 好了 你快许愿吧 我给你唱生日歌伴唱 好不好 开始了哦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my girl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哦 我没事了 只是忽然想到隔了八年才给你过生日 总觉得错过了你许多重要的时刻 嗯 你说的没错 我们未来还会有很多重要的日子 那时 我一定不再缺席 生日快乐 怎么傻站着 难道忘记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哦 这个呀 你入职的时候填写了员工生日信息 我碰巧看到就记下了 哦 我很早之前就开始准备给你庆祝 只是想不好怎么邀请你 犹豫了很久 没什么 突然有感而发而已 说了这么多 你也饿了吧 先吃点东西垫一下 来 试试这个马卡龙 你 你突然这样凑过来 衣服会蹭上奶油的 其实 你完全可以让我靠近一点 没什么不能提的要求 在我面前 你不用拘束 尽管去做最真实的自己 惊喜 生日快乐 今天呀 是我陪你度过的第一个生日 当然要隆重一些 怎么样 是不是很感动啊 下面还有更感动的呢 比如摆在你面前的生日蛋糕 就是我亲自设计的 喜欢吗 嗯 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因为只要一想到是为了你过生日 疲劳就消失了 其实 这是我第一次给别人过生日 心里还是挺紧张的 还好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嗯 哦 一定是刚刚点蜡烛的时候蹭到了奶油 没关系 甜而不腻 入口即化 就是我想给你的味道 嗯 姐姐 你怎么脸红了 是不是觉得蛋糕跟我相比 还是我比较可口啊 哈哈哈哈 我开玩笑的 一起吃蛋糕吧 之后我还准备了特别活动 你可不能中途逃跑 愿你未来所拥有的 都是光明且幸福的时光 你来了 生日快乐 没什么 我刚刚只善照我故乡的风俗 为你进行生日祈祷 哼 虽然我不是信徒 但只要他真的能守护你 我就愿意去尝试 嗯 怎么一直盯着我 哼 果然是因为这个 不用担心 我没有弄丢眼镜 是我故意不戴的 你应该知道 在某些重要的祈祷仪式中 需要焚香沐浴 以示虔诚吧 我不戴眼镜 以自己最本真的状态 来为你祈祷 也是出于相同的目的 行动上确实会有些不方便 突然看不清 也会不太习惯 不过 只要你时刻在我的视线里 就没关系 明天看不清 明天看不清 感谢观看